飛機飛越颶風上空 直擊暴風中心的威力 愛馬颶風這星期一下午 轉強為四級颶風 威力還在持續增強 目前專家對愛馬未來入境 還有許多猜測 不過不管怎麼走 都勢必會橫掃 加勒比海上的西印度群島 並且威脅美國東南部 美國國家颶風中心警告 從被風群島一直到波多黎各 多明尼加和古巴 當地時間星期二傍晚開始 會陸續出現足以威脅性命的強風 引發七公尺高的大浪 還會有好雨出現 估計最大風速 會來到每小時215公里 暴風中心預計在這星期六 從美國佛羅里達州 東南部沿海登陸 州長在星期一傍晚 就宣布全州67個郡 進入緊急狀態 當地居民提早做好準備 超市貨架被一掃而空 專家表示 這次愛馬颶風 在西非外海的 維德角群島生成 横跨整個大西洋 吸爆了足夠水氣 因此威力將會特別強大 民眾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大愛新聞 劉仁豪編譯